楊雅哲 天橋上的魔術師 魔幻的預言在中華商場這個文化意義極為複雜的場域上演 導演以失憶的電影語言 殘酷地直逼觀眾去找出在生命中消失或被消失的種種 好 戲劇節目獎得獎的是天橋上的魔術師 奠基在寫實的魔幻劇集 在故事 拍攝與影像風格上 都具有讓台灣故事能邁向國際的企圖 散文般的呈現方式 心影動人 是提升台劇視野的難得佳作 特別感謝原著吳明毅老師的良好基因 把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小說交給我們 然後我的編劇群們 他們非常努力地陪著我一起做完這些功課 謝謝台灣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